来下面我们请刘律师来专门的讲一讲拜登和他儿子的电邮门的事件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到底是儿子坑拜登呢 还是拜登坑儿子 所以刘律师你觉得你的判断是什么 到底是谁坑了谁 两个字互坑 互相都有坑 是 所以来跟我们说 在这个事情上 我认为拜登 你觉得拜登是无辜的吗 不小心被连累的吗 当然不是 没有李刚就没有李刚的儿子 没有拜登就没有拜登的儿子 很简单 拜登的儿子为什么可以吃喝嫖赌 并且吃喝嫖赌一回事 他并且还几个狠 狠在什么地方呢 就他这个大哥死了之后 他的大嫂够大嫂 对吧 所以呢这个共期在拜登家里就事先实现了 之前跟副总的候选人赫小三是跟他这个之前三藩之四的 威利布朗那个老黑人 不大概是并且高调出行 明明是小三拿出正房的这种风采是跟别人共富 所以我们现在民主党一个总统候选人是共期 副总统是共富 这是社会的进步吗 刘律师 所以说明共产主义第一步就是共富和共期 对吧 已经实现了 所以这个就是以后如果拜登选择这是我们的方向 这个也不是坏事 可以资源的更有效的利用 刘律师是很期待吧 那刘律师很期待 应该投拜登的票啊 所以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呢就为什么他们说能源回收 能源回收 现在我吐了 恍人之间 吐了明白 说原来就这个意思 哦 什么意思 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资源回收 资源再回收 那就是肥水 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对不对 在这部分是这样 好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我们上次也聊到过 就是这个事情被很多的美国的一些媒体呢 就是直接就像推特 而Facebook直接删帖了 而且呢很多媒体都没有说这件事情 晋升了 您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会 会其实是在帮了拜登 还是在害了他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呢 他这两头都是死 因为为什么真的讲不了 假的真不了 对吧 虽然是晋升了 但是死尸无声 甚有神 反而是害了他呀 这相当于就是其实害了他 你不说就已经说了 对吧 是这意思吗 对 对不对 就要打个比方 你看看一女的 你想勾搭她 给她那号狂发短信说 九晚七点半 来接你去吃饭 人家一直不回 没有动静 你在想说 他手机没电 他是没看到 全错 他不回就已经回了 对 就已经把你拒绝了 对吧 是那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 他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他无声就说明了 这是真的 嗯 是这意思吗 对不对 很多人说 刘律师这个里面 他这个电邮门 这个里面是个圈套 是个套路 是不是圈套 有可能是 这个里面是不是故意黑拜登 故意黑拜登 黑拜登一家子 这个很有可能 并且可能性很大 但问题他黑拜登 不再把这个事情是讲的 嗯 是那意思吧 打个比方说 可能说刘律师我现在这个就比如说有客人说贩毒被抓了 然后做距离被抓了 他说他不喜欢我 因为他不喜欢中国人 对吧 他可能是不喜欢中国人 但不代表你没有贩毒啊 这两码事 啊 是这个意思 对 没错 因为最后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在于他这个背后是不是有套路 是不是要把拜登拿下嘛 就问题就只有一个 这个事情是真还是假 嘴会说谎人会说谎DNA检测不会说谎拜登的儿子把一脱衣物肚子搞大 你说呢其实把脱衣物肚子搞大本身也不是坏事 对吧 是这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多了个小拜登出来对吧 小小拜登 问题什么意思呢 小小拜登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压孙子 他死不成论 哎 这就有问题了 对吧 这就不对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吗 就人家是提起裤子不认了 他提起裤子连自己小孩都不认了 是这意思吗 所以我们这个脱衣舞女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所以我对这种脱衣舞女都觉得很敬佩 为什么呢 他这个体力不容易 对吧 这个在台上一阵跳跳跳不动 跳得可能大汗淋漓 对吧 一声臭话都没办法 对吧 还要跳 这点辛苦些 你这个把他肚子搞大了 你不认他 对 对吧 所以把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脱上法题 哦 结果做了DNA检测 发现就是他的儿子 所以现在还是在付小孩的费养份 对 所以呢 这个事情很简单 人会说谎 但是DNA不会说谎 对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事情 刘先生问 就是说我们知道在16年的时候 希拉里的这个邮件门是在大选前11天出发生的 那么这一次 也有人说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 来爆出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们认为 就是说这是川普 或者是班农策划的 那么你觉得这一部分的话 也是算是一种策略吗 还是说是 他们是用了一些不干净的手段之类的 这样子说好了 这个是不是策略 我觉得肯定性很大 但问题是 是策略也好 不是策略也好 这个是你就说真的还是假的吧 对吧 我一封邮件可以伪造 我两封邮件可以伪造 四封邮件可以伪造 四万封邮件 这这么多年 张三说什么 理事说什么 这完全都可以查的 就换句话说 他邮件越多 如果是假的 越容易串绑 那刘律师按照您的专业来看的话 您确认它是真的了吗 现在 Yes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要恶搞 你肯定是这种细节 越少越好 因为越少 越不容易抓到你的把柄 对 不会出错 不但有邮件 他不是一封 不是两封 不是三封 不是四封 是四万封 里面提到张三发给李氏 李氏发给王武 王武说什么 我们今晚到什么地方吃饭 谈个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你编都编不出来的 那所以 还有呢 他并且里面有图 有图 有真相 有这个亨特拜登 然后到处吃喝表堵 这种照片 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里面有他跟一个14岁女生的 一段 不为人知的事情 不可描述的事情 我为什么说不可描述 是不可描述 因为亨特拜登跟他爸爸 丘巴尼说的时候 他用的词是很敏感 为什么很敏感 你说我带这个十岁小女儿去迪士纳论文玩乐 这为什么敏感 我带他出去买了个冰淇淋 为什么会敏感 说不定带他不是去迪士纳 不是去买冰淇淋 对吧 那还能做什么呢 为什么做什么事情会敏感的 对 是的 不过要 你茫茫苍天 百思不得奇迹 各位网友你们告诉我 刘律师非常想看这段视频 但是只是百思 这个天天愁苦看不到 好 所以这个我来说一下 这边其实 这位网友 其实他来 我来说一下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 来这个 他应该是 我觉得他是对于这次选举 或者对于川普 拜登他是有一些这个 自己的分析的 他说川普搞分裂 确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说 川普分裂了美国呀 分裂了这个世界之类 他说川普搞分裂 明明是他们处处和川普作对 川普一直都极力反对 民主党支持的那波动乱分子 竭尽全力派出部队 到有动乱的州 镇压那些打砸抢的暴力分子 维持法律和秩序 可有的民主党州 还不让进驻去维持秩序 民主党把罪犯放出来 抢劫900元 不是900元 950元 以下不算犯罪 强制和16岁以下 发生不正常两性关系的 不算强奸 削减警察 提倡买卖大麻 吸食大麻合法化 这都是民主党州做的事 而川普维护法律秩序 反对吸毒贩毒 反对 削减警察 反对 大家想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有一些事情 我觉得其实刘律师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 其实很多都是客观的事实 大家觉得可能就是 刘律师自己的一个态度 或者观点 并不是 你仔细听一下 每一个其实刘律师 都有事实为依据的 那么这些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 大家应该怎么想 当然这个还是见仁见职 因为我们也有人说 喜欢川普的就是喜欢川普 讨厌川普就是讨厌川普 这一次的大选 总统大选 就是川普在自己跟自己对决 就是这个挺川和反川的在对决 所以这也是今年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但是大家真的是可以多看看 多想想 如果您是手上握有这张票 您是一个美国人 你真正应该想想 川普到底为美国做了些什么 拜登为美国做了些什么 我们这张票应该选给谁 好 来 刘律师对于拜登这个案子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说 那个川普当时 有一对说过 他说就很多人 大家很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拜登跟川普 究竟哪个做总统之后 然后对中国更友好 因为昨天大选辩论的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细节 是什么呢 拜登攻击川普 说川普表扬中国防疫 有效果 对一开始他是有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拜登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这么坏 这么烂 这么不好 如果你说中国好 说明你像中国一样坏一样烂 是这意思吗 所以拜登还要说吗 他对中国的态度 对吧 是这意思吧 没错 好 所以这个大家大选 我一直都说2020年 真的是什么都可能发生 那么接下来可能 还有11天的时间 就到我们的这个11月3号 但是11月3号这天 会不会出结果 现在目前不知道 刘律师你觉得 11月3号有可能会出结果吗 我觉得会 会 也就是说您认为川普会赢 会大赢 对 因为必须大赢才会有结果 还有一个说法 来这里稍微跟刘律师分享一下 就是有人说 加州有可能翻红 您觉得您怎么看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算是大大新闻吗 刘律师 因为我觉得很简单 我觉得其实呢 大多大多数人是沉默的 对是 但是沉默的大多数大家看不到 对没错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数据 就是说你看我们平常 这个我们的直播里面 这个我们的在线人数 基本上都会有上千人 有时候两三千人 但是真正在我们的评论区 这个留下你的这个观点的 其实大概只有 一百两 就是几百位吧 最多只有几百位 所以就说大概三四百位 这个样子 所以就像刘律师说的 很多的沉默的大多数 他其实心里是有数的 然后他会投给谁 这个民调并不能反映 只能到最后的结果才能看到 另外一点就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说观点只有不同 没有对处 但是呢 事实只有一个 事实是什么 事实就是说 黑命贵的时候 你如果捐钱给黑命贵 这个支票的抬头 进了谁的账号 进了是民主党全国总部的账号 对吧 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黑命贵打砸枪 被抓起来 是民主党出钱 找律师把他们保住 这都是事实 这个大家 这个有一些朋友 不要不爱听 我们还是多看看事实 然后了解一下 好 今天感谢您收看 我们的一周龙中会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龙中会